下了地铁就能看到曼谷的新地标大佛 水门寺又称白蓝寺 这个地方一定是大家下次来泰国曼谷毕达卡的地标 其实这座寺庙本身历史非常悠久 从大成王朝也就是阿语陀耶王朝中期就开始修建 拉玛一世国王就曾到此拜拜 多年来一直不断的翻修 至今都保持着大成时期的建筑风格 但随着2021年 寺内这座20层楼高的禅定印大佛王宫 以往很少被游客光顾的水门寺顺理成章 成为了曼谷这座繁华大都市的新近地标 相比已经在旅游景点范围内 火爆了十几年的大皇宫郑王庙 两年前才完整开放的水门寺 可以说是能与前两者相提并论的泰国新特色了 这是一座由泰国皇家修建的三级寺庙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策略游戏里面的建筑等级 每提升一级就能生产更高阶的物品或兵力 那么泰国这些寺庙的等级之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大概花个一分钟时间 科普一下大家来泰国逛寺庙必须要知道的小知识 截止到2023年 泰国全境内共有三万五千余座寺庙 其中只有近三百座是皇家寺庙 其余众多大小寺庙都属于普通寺庙 皇家寺庙当然是由国王或皇室贵族成员建造 服务于皇室 也有甚至由普通善信建造 然后请求将寺庙奉献给国王 并被皇室接纳 只有皇家寺庙才会被严格的化为一级二级和三级 其中一级最高 这套平级排名系统始于1913年 目前能排在一级的皇家寺庙 全泰国只有六座 像大家熟知的沃佛寺 马哈泰寺 苏泰寺 和郑王庙都在此列 可能有观众会好奇 大名鼎鼎的大皇宫和御佛寺 难道排不上名次吗 诶 这两个地方只服务于皇室 且没有僧侣住持 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是寺庙 同样 这也就引出了泰国的另外两类寺庙建筑 一类是普通寺庙 非皇家修建 且非皇家所有 比如特别适合拍照的白庙 和被传的神乎其神的白龙王寺 都属于普通寺庙 还有寺内供奉的是阿飘 并非佛祖的娜娜庙 大家也没听过谁自称是 那里的住持和尚吧 这一类建筑在太语里的名称 与其说是寺庙 不如叫神社来的准确 关于这些奇奇怪怪的泰国寺庙 我后面会专门做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好 相信这段泰国寺庙分类和等级的小科普 又能让不少观众收获一些旅行路上的谈资 尤其是来泰国旅游 接下来 我们就说回到今天的主题 水门寺 这座最低等级的皇家寺庙 为何能够称得上是一段传奇呢 首先是它的历史足够悠久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水门寺的建造年代 要从大成王朝中期算起 也就是1500年左右 那会儿中国还是明朝呢 欧洲也刚刚开启大航海时代 更夸张的是 水门寺直到2012年才全部翻修完工 大家今天看到了院落才是它的完整状态 也就是说水门寺的修建持续了500多年 据说总共花费超过了500亿泰铢 这是什么概念 前面我们提到的普通寺庙青莱白庙 修建总共才花了10亿泰铢 这一个最低等级的皇家寺庙 就是50倍的投入 500多年不间断的修 是不是能够算上一顿泰国传奇了 再说这座20层楼高的禅定宴大佛 很多人都不经考证的说 它是泰国最高的佛像 但其实截止到今天 水门寺大佛69米的高度只能算是泰国第二高佛像 排名第一的那座96米高 在鸿铜府 不过如果我们把佛像底座的大殿也计算在内的话 水门寺大佛的高度也刚好96米 不知道在修建的时候 是否也有意攀登一下这泰国第一的高位 水门寺的第三个传奇之处 在于他的老住持龙婆树师傅 身为泰国十大圣僧之一的龙婆树师傅 在担任水门寺住持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骑士 如今拿出一两件来说说 也都称得上是传奇 关于这部分精彩的故事 大家可以回看我发布的传奇古运河那期影片 其中有详细的讲述 现在我将通过水门寺的航拍俯视地图 把寺庙最值得大家游览的区域标注出来 刚才我们说起的这三段水门寺传奇故事 也正好一一体现在整个寺庙建筑群的不同位置 如果下次大家来此参观 可以尝试按照我分享的这条路线 不需要导游 也能玩的明明白白 水门寺内的主要建筑 可以分为大殿区域 佛塔区域 佛像区 还有一处非常隐秘的神树区 大家在游览的时候 可以先从佛塔开始 因为每天佛塔的开放时间是有限制的 来得晚点 可能就无法进入参观了 马哈拉拆孟昆大佛塔 也是水门寺的标志性建筑 高八十米 一共五层 内部金碧辉煌 柱子全部堕落金 这座佛塔本身也是一座博物馆 馆内藏有各国捐赠给寺庙的艺术品 还有很多超过五百年的法器 佛像等文物 这些宝贝都被藏于佛塔的第三层 第二层是会议室 大家可以直接掠过 佛塔的四层摆放了龙婆树师傅的等身佛像 也是全身镀金 而且不止一尊 最重要的文物在佛塔第五层 中心矗立着一座翡翠琉璃佛塔 里面供奉着龙婆树师傅的佛谷舍利子 弧形的天顶上可有曼妙的星空与世界树 勾画出佛陀想象中的极乐世界 而整个大佛塔内套小佛塔的布局也十分精妙 大家如果仔细去寻找的话 一定能够发现就连佛塔外面的四尊小金佛 也是一一对应的 大佛塔四个方向上是立佛 小佛塔上则是四尊做佛 看完寺院的宝贝 我们再向西侧的角落前进 在这片茂密的树林中藏着一根巨大的神木 有人说是棺材 也有人说是当年大成王朝覆灭时 僧侶们将一尊纯金佛像藏于其中 让他顺和漂流之词 关于这一段传奇 我几乎查遍了史料 也无法得出一个定论 如果在座的各位观众里有知晓内情的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走到寺院的广场上 来仰望水门寺大佛了 坐在廊道里十分凉爽 抬头便是佛像低垂的视线 这种压迫感 只有亲身体验一下才能理解吧 最后 大家可以穿过寺院的正殿侧走廊 返回门口 中途会经过寺院的香火处 佛牌和一些开了光的小物件都在这里出售 切记香火处后面的这片房子不要去 那里是禅房 打扰到僧侣的禅修 就不太好了 OK 水门寺内的游览线路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顺序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从曼谷的各个地区 如何前往水门寺 最简单的是出租车 名称是这个 司机都熟门熟路 旅游包车也一样 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重点说一下如何坐地铁MRT 和坐常委船前往的攻略 方便自由行的观众 离水门寺最近的MRT车站是邦派站 在蓝色线的延长线上 如果大家坐MRT环线 需要在他爬这一站换到画面上这个一号站台 再乘坐一站 换成也很方便 做扶梯下一层站台就是 到了邦派站从一号出口出站 然后顺着街道的这一侧走上一小段路 右转 进入能够看到大佛的巷子就一直走 路的尽头是运河 过桥下坡就是水门寺的入口了 这条路线需要步行的距离只有800米 应该是公共交通方舍里最近的一条 沿途大家还能经过三所泰国学校 巷子里也都是当年生活的样子 走走逛逛一点也不会觉得无聊 因为全城几乎都能目视到大佛 所以也不用担心走错路 只要一直往大佛的方向走 总会到达 另外一种前往水门寺的交通方式就是乘船 水门寺坐落在空帮龙运河的河口处 所以大家可以从空帮龙水上市场 坐常尾船前往水门寺 这段攻略也在我那期 传奇古运河的影片里分享过 如果大家是从市区方向出发 那么最好找的常尾船码头 就是郑王庙旁边的那些个小码头了 船多 游客也多 拼船的价格在300泰铢每人左右 包船要稍稍贵一些 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坐MRT来 再坐常尾船走 因为常尾船的游览通常最少30分钟行程 逛完水门寺沿着空帮龙运河 顺流入梅南河才更是惬意 好 今天的泰国传奇 我们仅仅讲述了曼谷水门寺这一个地方 所以我把个人总结的游览攻略和交通攻略 也整合在了一期影片当中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又有趣又实用的旅行影片 还请点赞收藏评论与分享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影片见